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我是小编魔王 说起小S就不得不提起他早些年和蔡康勇一起主持的康熙来了 这部综艺也是直接奠定了小S综艺女王的位置 在台湾就是综艺大咖 而黄渤呢,看过极限挑战的一定不陌生了 在国内也是很有梗的一位演员了 黄渤不仅会主持综艺感强 演戏那也是演什么像什么 毫不夸张的说,黄渤就是电影的票房保障了 不知道这两人凑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节目效果 而近期,两人也是在同一档综艺节目中同框了 两人在节目中各种互动,看得观众也是爆笑连连 其中黄渤做了一道菜 小S说山东人就在吃葱 然后递给黄渤一个洋葱 这样的画面也是很搞笑了 小S估计不知道山东人吃葱不是吃洋葱,而是吃大葱吧 但是这样的古灵精卦的做法 估计也就只有小S才能做得出来 而且这两人在一起才会产生的化学反应 真的是很有趣了 黄渤的情商也是一直都在线啊 不管小S怎么发难 黄渤都是应答自如,都没有意思的尴尬 这对于上综艺节目的明星来说是很难得的了 希望黄渤的事业越来越好呀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是小编魔王,我们下期再见